欢迎来到围棋乐乐秀 接近考前的一到两个月 读书计划大概可以怎么安排 考前一到两个月呢 是大家呢最紧张的时候 那记得哦 就是整个读书过程呢 跟我们行政学在谈公务管理很像 它是一个策略管理的过程 那策略会分成 像你要到达你的目的地 你有刚起步到中间 还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嘛 那那个技巧呢 绝对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因为考前啦 我们就集中在考前一到两个月 这个时候呢你有两件事情呢 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后面也会详细来讨论 那两件事情呢 到了考前一到两个月 你的身份呢 你要转换你的身份啊 不能再用你是当学生的角度来去准备 什么意思呢 你应该用你是考生的角度啊 你说这不是废话吗 但是很多人呢 知道是知道 但是他做不到 为什么呢 学生啊 是你一直在那边K那个课本 那个叫做学生 考生是你很明确知道我要去考试的 所以你不是要做学问 你不是要当什么大学者博士教授先生 那个是学生 OK那你现在要当考生 所以你的一到两个月的重点 应该要把它倒过头来 你要很清楚知道说 那考试到底考什么你知道吗 那哪一个单元比较常考的呢 哪一个概念比较常出的 还要怎么出呢 你要对于这个考试非常了解 这是你当考生要做的 倒不是说啊 我对于什么理论要再更熟悉啊 我对于学科要再更熟 那是当学生 那考前呢 因为你是要去考 所以他考试怎么玩 你要弄得很清楚嘛 就好像在打游戏一样 你会买你这个游戏攻略 那重点是 那些细节不是重点是 你要怎么样玩这个游戏 所以考前一到两个月 最大的读书安排就是 你要去认识考题 你要知道他什么东西常出 常出的又怎么考 然后呢哪一些东西 你这个要多念一点 哪一些要少念一点 用这样的一个考生的视角 来去规划你最后考前 一到两个月的读书 你最后才能够用这种 针对考试的方式 直接把它冲进考场 对不对 然后把考题呢全部干掉 你就可以变成最后的上榜生 就很多人呢 读都读很熟 问题是考就考不出来 为什么呢 他是好学生不是好考生 那今天你是要一个变成上榜生 你就要同时结合 好学生和好考生的两个技能 最后才能够变成上榜生 所以要记得 考前一言一避之就是 去认识考题 你唯有认识考题 你在这个考场现场 你是跟考题在作战 不是发课本给你作战 所以你先把考题弄熟啦 进考场呢 你就不会怕了 不会怕呢就可以轻松考 轻松考就可以轻松上榜 这是考前一到两个月呢 心态上和整个准备的策略上 一定要去调整的地方 那老师还想请问一个问题 像考前哪 有没有什么应该做 还有不应该做的事情 考前一到两个月 还有应该注意的重点 以及读书计划 着重加强的项目 我们呢就先讲这个 比较有劲爆一点的 不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说 我们考前应该如何啦 网络上面都会说 考前应该 那个讲很多了 那我们现在讲 考前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说那怎么这么肯定呢 基本上 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围绕在一个字啊 叫什么呢 瞎 因为你瞎了的话呢 你做什么事情都在咒北纲啊 像什么呢 有人会瞎读啊 就是他根本就搞不清楚 他念什么 反正他就 每天就说 我今天早上 例如7点到11点 来读个行政学 然后呢 你不清楚 你到底为什么要读行政学 你说就是要读啊 不然要考啊 这不是重点嘛 重点是说 他要考什么呢 你哪一个部分比较弱吗 或者是哪一个概念 你比较不清楚吗 所以你今天需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读这个概念 那你事后有什么样的方式 检视说你这一两个小时 读下去之后 确实有切忠要害的 把你的这个弱点补起来呢 还是你只是心里安心说 我有读 我有读 我有读就好了 有没有读进去呢 有没有读到重点呢 或者是 我可以说有些人读了三个小时 他的确有读啊 有读到脑袋啊 会念他读的东西都不会考啊 你说有可能 外面那个六七百页 还有到一千页的书 里面一堆这个烂鱼冲数 好像那个在灌水而盖一样 你都没有读到精华的话 你说我有念三个小时啊 他都不会考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会考的 等一下应该做的事情 再跟大家讲 所以这第一个 不要瞎读啊 你要很清楚知道说 你为何读 然后到底要读什么东西 读完之后 你的预期效果是什么 这个跟你的分数增加 有帮助吗 你说这个目的倒下 没办法 大家要考试嘛 所以像有一些啊 是在职考生啊 我很忙 白天要上班 晚上才念书 时间很有限啊 有的还要顾小朋友 对不对 但在很有限的时间 你就没有这么多余裕 再去搞这些很瞎的事情 因为你时间分分秒秒都很宝贵啊 如果五分钟 能把精华的东西搞定 你何必要弄到三个小时 虽然不是为读而读 是你知道要念什么 你才去念什么 然后很专精的处理它 所以第一个不要瞎读 这是针对读书的部分啊 好那第二个呢 延伸下来叫做不要瞎背啊 很多人呢 病急乱投药 哇这个概念不懂不懂 不先把它背起来啦 哎呦 第一个啊 你背的那个东西会考吗 第二个 你这个背起来了 下一个要不要背 第三个要不要背 到第十个第十五个 你就会开始哭啦 你第一个说 哎呦呦背起来了 感觉很有用 不要理解 反正把它背起来就好了 还有什么口诀 还有什么之类的 啊可以啊 问题是你整个行政学 凑一凑最少也上百个 你有办法全部背起来的话 你就这个转世神统 也不用去考这个国考嘛 对不对 这脑容量是有限的 啊你行政学要背 你政治学要不要背呢 对不对 那你的行政法 更多法条要不要背呢 你全部都背完 你脑容量就爆炸了 所以不要瞎背 那会瞎背 就是因为你在瞎读 你搞不清楚说 哪边是重点 哪边不是重点 那你说那重点的话 我还是不会 我要把它背起来吗 你就用你的逻辑 除了法条之外 当然还是有一些要背的 但是像我们行政类科 行政学科或政治学科 大部分啊 除了法条之外 大部分都不需要背 大概有九成都不需要背 所以你发现 背的东西越来越多要小心 除了法条以外 剩下的照理说 都不应该背 你说要不背就不会啊 谁说的 像我常常举的例子嘛 我现在随便请你讲 这个白雪公主的故事 你可不可以马上讲出来 大概可以嘛 就坏皇后魔镜啊 然后白雪公主 吸个小的人 再加上白马王子啊 有你妈妈小时候 有强迫你背吗 没有啊 问题是你现在 能不能大概 讲个大概就好了 可以嘛 只是细节 可能你讲的 我讲的不一样啊 有关系吗 反而没关系哦 现在国考 就是要你讲个故事啊 但你说那张在瞎扯吗 不是 是照着逻辑 来去跟他做讨论 他反而不喜欢 你去瞎背那些啊 死板板的 不喜欢自治参考 是我的答案 你要自己逻辑去思考 像我们讲的 乐卷老师 他给你分数 会筛选公务员 他要筛选的是 那个只会死背法条的 只会死背学理的 那种死板板脑袋 去坐柜台当公务员嘛 你理想中的公务员 应该是啦 脑袋稍微灵活一点嘛 然后呢 稍微能够变通一点嘛 对不对 才不会坐在那边 你说那张 我就死板板的服务民众 还有另外一个啊 跟你妾身相关啊 你死板板就比较容易被欺负嘛 脑袋灵活一点嘛 对不对 有些人呢 就说都是做考古题啊 但是有人是 很有效率在做 有些人在干嘛呢 在瞎刷考古题 中国刷题刷题 为什么刷两三遍之后呢 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啊网络上面不是都刷 要去刷题吗 哎 你刷什么题 这第一个 你有没有那个 有的题目是很烂的 你去刷它干嘛呢 你有没有刷到主流的考题呢 第二个 你在刷的时候你是 无意识的乱刷 还是你有意思的在刷呢 什么叫无意识 有意思 有意思是说 你很明确知道你没题 他的考点在哪边 他怎么考的 然后你多做几题之后 你就知道 哎 这个常考 所以你就很有意思到说 这个常考 那我也会 之后这个单元就轻松放过 有一些人你做错了 有些错了就盯正就算了 有没有发现出 你错的都是同一个类型的呢 你固定错的都是某一个概念呢 你要把它有意思的找出来之后 这个刷题才是有意思的 帮助你见解说 你的弱点在哪边 针对这个弱点普强 未来再出现相同题目 你就不会再错了 这才是有意的刷题啊 你有意的啊 大概刷一轮之后 哎 整理一遍 就搞定了 你如果是没有意识的瞎刷啊 跟你讲再刷个一百遍呢 你也是凭个感觉 云里雾里啊 就是一种feel在那边解题 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所以不应该做的呢 就不要瞎毒 不要这个瞎背 然后不要瞎刷 都不要 这样子呢 就可以啊 算是避免掉一些 浪费你时间心力啊 然后再突增 你自己心里紧张的一些 困扰的地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谈到说 那要怎么样子 有一些应该做的呢 基本上你把那些 不要做的避免掉呢 剩下的都是你应该做的 就把它颠倒过来 什么是你应该做的呢 第一个 你要很有意识的去念书 就是不要瞎毒 所以 要怎么样有意识的念呢 就要回到题目去看 他哪一些常考的 你就常念 这我们题目班了 大家应该被嫌到很烦了 常考的常念嘛 不常考的放后面念嘛 然后呢 常考的里面呢 除了多念之外 首先念之外呢 他会怎么考 你要用他会考的方式呢 来去准备啊 像是我们在谈 行政学的基地理论 哎 他的考法呢 有要嘛问个别的 这些学者的基地理论的说法 要嘛呢 是问说 哪一些是内容理论 哪一些是过程理论 你要知道这些考法之后 你未来再复习到基地理论 你知道他是必考的考点没错 但他怎么考 你也晓得啦 所以今年进考场 你不是在那边说 今年会有什么题目呢 好期待哦 不是啦 就是哦 就是这样子嘛 反正你这个考点出来了 就是这三种考法 你就出其中第二种考法 哦 好 那我就把它解掉 所以你是进去之前 就很近有没有 像现在 正台上不是很呛吗 说 应非假气蒙蛋力啊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进考场 你不要被题目吓到 你要去吓那个题目啊 那个题目要来吓你 你要吓他 说哎呦 你看我都已经把你准备好了 你要这么有把握进考场 你说有办法做得到吗 你要嘛去上课 那相信你自己 透过考古题的汇整 我们前面讲到 刚刚讲第三点 你不要瞎刷 你要很有意思地把那个考题 每一个单元 考了什么东西 把它汇整起来 你就可以算出哪个单元多 哪个单元少 然后呢 考多的哪个概念又常考 那个概念又常怎么被出 像什么行政人员的 工人员的行政中立法 就是常考嘛 啊到底考哪几条 你都抓出来了 之后你就不用怕说 哎呦又考这个法条了 不会 你就发现说 啊早就知道你要考这条啦 然后早就知道 你要挖哪个洞来骗我啦 所以啊 你应该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考题 然后呢 来重考题啊 他喜欢考的 他怎么考的 倒回去规划 你这个读书计划 所以就会用很精简实惠的时间呢 来去做好你的准备啊 像最近我们看 某一家知名的这个 在那边帮他打广告 除非他在我们业配 的这个电子的品牌啊 就是那个平板啊 对不对 包括说史上最薄的平板 所以大家要买平板 买手机都要越买越薄啊 结果给参考说 怎么会越读越厚呢 对不对 然后反而是太薄的时候 那我之前写比较薄的 就有人说 那么薄会有内容吗 那你平板不是就要买薄的 那我现在输的薄的 行政学25题或50题而已 你顶多25个概念 我一张A4 两张A4就搞定了 你在那边念700页的 浪费你的时间了 所以应该做的就是 你自己帮你自己规整 那个重点的多念 然后会怎么考的 你先准备起来 这才是你考前 一到两个月呢 应该要做的事情 到时候进考场了 就不用再担心了 大概是这样子 还想请问一个问题 譬如说在考前啊 可能有些同学的生论题 还没有练得很熟 没有办法把脑中的东西 输入进去 有什么改善的方式吗 我们先就单纯行政类科 当然法科 其他学门的啊 有他们的生论题做法 但是单纯行政类科的话呢 生论题大概就两个面向 第一个当然是你要有料 对不对 好像生论题 我想说生论题 像你去点这个 点午餐啊 你要点牛肉面啊 还是什么什么面啊 之类的 你在冰箱要有先有料啊 你冰箱没料怎么煮嘞 对不对 好那冰箱有料啦 现在同学大部分问题 都是冰箱有料啦 什么该有的面啊 什么红萝卜菜都有啦 不然我不会煮啊 对不对 你问他那个个别概念 问他这个概念 他都讲 不然是今天题目出出来 他就不会写 所以呢 第一个部分 你要先检视你生论题卡卡的 是你冰箱里面没料呢 就是你对学科的掌握度不够呢 那你就是 把学科用有系统的方式 不要乱念哦 有系统的方式念 然后呢 把这个料备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如果你料都备好了 那可能是在你的解题的技巧 你写作的技巧上面 比较不会哦 那这个倒是轻松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备料最麻烦 那剩下只是烹调啦 你算煮的再难吃 至少凑出来像是一碗面 还算还OK啦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两个大途径 因为讲起来呢 就会很复杂 所以两个大途径 听会这样 第一个是我们之前有这个 生论写作攻略班 九小时的时间 那你说 那你如果不想 花那个什么生论写作攻略班 还有另外一个 我的YouTube上面呢 老早以前就已经把 整个生论题的写作技巧 丢到我的一个播放清单 叫做 生论题的诞生 你可以去我的YouTube上面找 里面呢 就是带你啊 怎么从一步一步 前沿怎么写 正文的标怎么列 有哪一些格式上的 这个注意的地方 然后你结论要写的话 可以这么写 你可以上去参考一下 接着呢 你不用说一步到位啦 你就先照着那个步骤啊 至少我们有一些 很明确的指引啊 尝试把你的料 然后照着这个步骤 没有什么调理包的步骤 先把它做出来 看得像个样子 我们再慢慢让它变好吃 所以 第一个 请你自己去把你的料备起来 那至于写作技巧 什么组的部分呢 我们有一些写作的指引啊 因为讲起来蛮细的 你可以去那边参考 那 我想大家都不是说 生论题绝对不是说 我读完书 直接下去就可以写出来了 大家都是说 我以为我读完了 我就可以去写了 没有 就是还差在 那个调理过程啊 那个SOP的操作流程 大家会忽略那一块 所以直接读完就下去写 有时候就写不出来 所以要记得哦 一定要先读完 这是基本的 但是在写之前 还有一个小环节 去了解一下 怎么样去制作 你的生论题的作答啦 那像我们最近在改这个 大家题库班的一些考卷啦 有一些根本就 作答栏 就完全不能作答的地方 他也把它写到后面 像这个就非常 基本的问题嘛 那显然就是对于 这个形式呢 还没有很熟悉的 但是这个很快 因为你知道之后呢 下次做个调整 马上呢就改过来 或者是标题 或者是这个段落 一些比较基本的状况 像有时候改题嘛 还是改到 有一些同学这个状况 就表示他可能没有 很清楚知道 这个玩生论题的 这个技巧 像你开车上路 啊这个红灯就不能走 结果你就把它开过去了 你说啊 你是不会开车吗 他会开啊 他那个车子会操作 我只是他不晓得 那个叫做规则 所以现在你会操作了 这个概念有 但是你要晓得 我们生论题的一些规则 你就把你会的东西 加上这个规则之后 拿去铲出 一开始一定写的很卡 但是你至少先把东西 生出来 照那个写作的规则生出来 我们再慢慢把它 变得更精烈 好像你先煮出一碗 还算行的 看得出来是牛肉面的牛肉面 只是我们接着再教你 怎么样把牛肉炖的 更入味啦 面煮的更刚好啦 怎么加个调味料啦 所以读书的地方 大家自己去念 然后呢 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帮大家呢 就技巧的部分来做提升 那也有很多管道啦 就是像你如果自己练习的话 需要找人看的话 你也可以来 就是你也可以私讯 我们可以来帮你做讨论 所以这是针对生论题的部分 我们附带一题 刚才讲两个部分 你要先有备料 然后再会煮 那备料的地方要提醒你 有人备料是怎么样呢 反正去市场买了什么东西 全部都往冰箱塞啊 然后最后我点一碗牛肉面 你说有有有有牛肉 你说有没有花椰菜 有没有这个红楼坡 都有我都有买 然后冰箱呢都有 问题是冰箱打开呢 土石流了 那跟阿嬷的冰箱一样 哇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你就不知道说 我有我有我有牛肉啊 问题是塞的到处都是 你现场要牛肉 找不到牛肉啊 就好像大家有些行政学啊 像这种比较大部头的学科 像政治学比较大部头的 有人有念啊有念啊 我有念到这个概念啊 问题是他就全部都 没有架构性的 全部都要把念到脑袋里面 所以他很杂 他真的考出来 他考了例如说考那个 电子治理 哎呦有有有有 念到电子治理 问题是脑袋当中太杂了 然后呢 拿不出东西来啊 可惜 所以在念的时候呢 你要像有一些 什么知名大厨 都会带他去看一下 他冰箱就知道 这个厨师的程度嘛 这个厉害的餐厅啊 牛肉是牛肉 然后呢 什么菜是菜 什么东西 归得很清楚 所以你在念的时候呢 也要很清楚 例如说我们在行政学 就可以猜成 哎是时间的部分啊 是过去的时间 还是现在的进行式 还是呢 管人的 人事行政 人事行政又分成制度的啦 然后管人的流程啦 和趋势的啦 所以脑袋当中 有非常清楚的这些收纳 今天考点考出来了 哎呦 再考激励理论 你马上就可以去脑袋当中 调出哦 激励理论 所以我要去脑袋当中 什么呢 人事行政的那一柜 里面的这个用人的流程当中啊 把人用进来之后 我们要去激励他 哎 所以这边有一个激励理论 你这写作的时候呢 就可以很清楚 赶快把你最核心的概念 调出来 同时了解这个概念 附近前后啊 还有什么东西 比较接近的 万一你需要做一点铺陈啊 延伸啊 你也可以拿来使用 好啦 所以这是额外提醒 虽然念书是你自己念 但是要提醒大家 要有系统 有架构的去念 不然到时候呢 纵使有背到那个料 你冰箱太乱的话呢 点餐完 你冰箱打开 也找不到那个东西 会有点可惜哦 好 这个是不应该做 应该做之外 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到 但就深论题 你应该要注意和 那个要尽量避免的东西 那对于 读书计划的安排 小编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想请问老师 请问在考前一到两个月 老师觉得什么 会是最大的难题呢 考前一到两个月 两个面向啊 第一个比较好处理 就是技巧的部分 因为那个就 改一下技巧就可以了 倒还好 但是最大的问题啊 心魔啊 考前的时候 大家压力大 压力大 有时候所谓病急乱投药 不是药的问题 是你病急那个急的问题啊 所以千万考前呢 把你的心态冷静下来 稳定下来 那剩下的事情呢 都好处理 最怕的就是呢 你这个心态没办法 冷静下来 然后呢 你就会慌张慌张 就会开始做一些 不是很 不是对你考试呢 很有帮助的一些规划 然后来自我的安慰啊 或者是来去蒙蔽自己 有了有了 有念术 不愿意面对你 真实的这个状况啊 所以我觉得考前最大难题 倒不至于说 概念啊 什么那个 还是什么写作 那个其实都很快 就可以处理掉了 那根据我们这样 自好在国考界 混了这个三五年吧 那考前呢 原本希望大家说 一开始都说 考前会不会大家来 问一些学科的东西啊 我们就越越欲试嘛 结果后来发现考前 大家都来做谘商了 怎么办啊 这样不够啊 然后我好像都念不进去啦 题目好像都不会写啦 他很烦啊 之类的 大概都是心理的部分 所以后面呢 我们都不敢说 这不是智商 这只是呢 跟他做一点这个 帮他梳理他的问题之后呢 尝试对他的这个问题点 化解掉 化解掉之后 他心理就 哦 OK了 了解了 他心理舒坦之后呢 冷静下来 好好的回到正轨上面去做准备 大概就没问题 就好像有时候 肌肉酸痛 像我现在肩膀痛到 把肌肉呢 就Q在一起 哎呀 那怎么办呢 把它弄开嘛 弄开之后呢 就可以让他发挥正常的功能 所以 你的肌肉会Q在一起 你的心理也会Q在一起啊 所以考前最大的难题啊 反而不是技巧 再讲一次 你要随时除了 就你的这个读书的状况 去掌握之外 还有你的心理 被考的那个心理状态呢 也要去注意 因为那个是最后影响 胜败的 我觉得是关键点 到 因为高手过招嘛 实力都差不多 谁心态强 谁有办法撑进考场 那基本上 他就可以获得 最后的 灵门一角的 这个机会 所以呢 最大难题啊 我们现在 前面都讲一堆 学科的东西 我们现在讲另外一层面 最大难题就是 大家的心态上面 绝对要稳下来 OK 那至于怎么稳呢 我们就 后面会再继续 跟大家讨论 老师还有什么 要给大家的建议吗 就两个部分哦 刚刚综合我们 前面所讨论的 两个 第一个呢 倒过来 你要先把心态稳下来 心态稳下来 你冷静之后呢 你再去冷冷静静的 做对你最有效率的规划 你说生论题不是要多练吗 我跟你讲啊 大概练两三次 等等等等就成功了 像我们之前的经验嘛 大概写一回来改一下 一回改一下 大概三步呢 就能够到位 所以呢 效率效能 你不要管说 市场上人家是要赚钱 当然课给你越看越多嘛 效率效能哦 对你来讲 你不是要做加法的工作 到考前 你是要做减法的工作 越读越少才是对的 你越读越多 你要小心哦 这就是走错路了 赶快把它倒回来 应该要越读越少 你说怎么会越读越少 你越看题目 你就越小的 哪边会考 哪边不会考 不会考的 你就把它切出去了嘛 然后呢 会考的里面 有一些你已经会了 你很了解自己了 切出去就不用念了嘛 所以到考前照理说 你就会剩下一两张 哎否则 我有一些跟这个 上网的考生大家聊天 哎 大家都说 我们会整理什么 错题本啊 什么考前秘记啊 干嘛 自己否自己用的 进考前呢 就带一两张纸 进考场 会看到隔壁考生 哎呦 你拿那个超后的书啊 那个sticker贴一大堆 然后每一页呢 荧光笔画像亮晶晶 那个书一打开 那个教室都 这个万丈光芒 那种就没用了 你考前还带七百页干嘛 所以行政学就告诉你 效率效能啊 策略啦 所以我们的读书上面 把它用进来 不要越读越多 时间花越多 然后没什么效果 我们是比分数 不是比看你读多久呢 你分数高 你整天在那边睡觉 没差 反正你分数有就上网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 既然还是要花时间 心力来去准备 我们就如何追求效率效能 就是我们这整个讲的 心态稳定之后 用对方法 避免那些啊 瞎读啊 瞎背啊 瞎刷 你就可以在很精简的 很精确的时间呢 做最精准的掌握 你这样子的话呢 才是你在最后冲刺其 应该要做的事情 把整个行政学的 最大的宗旨 效率效能 用到你的备口上吧 因为你已经对行政学很熟了 那你怎么会用 逆行政学的方式 来去做你的准备 那我们的既没效率 又没效能呢 想一下应该就通了 那我们就暗示大家到这边 谢谢老师分享关于 胜论题的写作 还有一些 应该做还有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我们请老师 帮我们施展一下魔法小语 好啦 就是各位同学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请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然后呢 按赞之外呢 如果有其他的 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或你觉得刚才讲的太瞎了 然后可以 你觉得想要再谈具体一点 底下留言 我们之后呢 再做成更多的影片 来跟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